嗨 你們好 移過來這裡 我們來拍QA吧 通常呢 我會在我的IG上面 一週一次的QA 那我想已經很久沒有我單獨的QA了 上週有發一支我跟舒韋的 那今天呢 我來發一支我自己的 因為我這次發的QA呢 他們就是網友問的問題 我覺得有幾題還蠻辛辣的 蠻酷的 所以我就想說拍成影片 應該蠻好玩的 好 那我們就來開始吧 第一個就是 我真的不是你的菜嗎 好 首先呢 我點進去看 然後我不知道你是誰 我也不認識你 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的菜 好 所以這題 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第二個就是 離婚之後你還有性行為嗎 答案就是 不能說 因為我的影片我小孩會看 要兒童能看的程度 這不能講 再來呢 就是 很多人在追求佩佩嗎 肯定有的 想知道 什麼時候打算公佈好消息 是蠻多人在追的 可是 沒有一個我覺得可以 真正發展出一個穩定關係的 都還在觀察 然後 因為有小孩嘛 要顧慮的也比較多 可能會想要 確定這個男生是 可以跟小孩有 友善互動的再說 所以 我現在沒有男朋友 這也不會打算公佈什麼 和拿鐵還有聯繫嗎 有的有的 我們現在就是 很 很peace的那種 合作型父母 就是 小孩需要幫忙 或者是彼此工作需要幫忙的時候 都會互相幫助一下 就是 很ok 沒有了婆媳關係 是不是很爽 爽 是這樣子 我 我不是因為 前婆婆這個人怎麼樣 我其實 在影片 很多次都是認真的說 我都沒有恭維 就是 其實 嚴格 我們細細來講 他真的是一個非常 度量很大 然後又很開明的 長輩 但是我這個人就是 不論 你是誰 只要你是我的長輩 你不是特別的風趣幽默 或很主動的話 我都會 很有壓力的那一種 那我都 不太會主動 打招呼 聊天 我可能就是 嗨 這樣 定格 這樣子 所以 這是一個莫名的壓力 不論他是不是我的前婆婆 所以少了一個長輩關係 對我來講是親神的 不在乎於他這個人 而是在乎於少了一個 長輩 必須要關心的互動這樣子 那現在還是會 因為 還是小朋友會 週末會去看 爺爺奶奶 所以還是會 希望就是 傳遞出一些 就是 奶奶還好嗎 身體還健康嗎 我們可以 多關心啊 然後或者是 該寫卡片 都寫卡片 什麼的 還是保持 友好關係 只是就是不用像 從前那樣 好像覺得 逢年過節 非得要去想一些禮物 一定要幹嘛 我就覺得 覺得蠻輕鬆的 對 這樣好尷尬 佩佩 婚姻在哪一年 開始覺得 乏力呢 有什麼 踏入婚姻要注意的建議嗎 對我 對於我而言呢 沒有哪一年 覺得乏力 只有在 我們遇到了 什麼事情的時候 開始覺得乏力 我們是遇到 財務狀況的時候 開始覺得很乏力 就是我的工作問題 那我是一個 一工作起來就會很 很毛躁的人 如果沒有很調理 或是身邊的人 很懂我的話 可能會 覺得我很 我工作起來很GY 我是一個對於工作 非常有 要求跟 一定要有一個樣子的 所以一旦偏離一點點 我就會開始 那個臉很GY 會出現 然後性格 也會講到很 酸 尖酸刻薄都會有 其實我性格 在工作上的時候 就是 尤其是為了要把工作做好 以至於變得很緊張 緊張之後 就會表現出很 不好的一些反應 這樣 所以我們家的狀況 是在工作出現了問題之後 然後財務再出現狀況 然後進而做一些問題 所以從那個時候 才開始出現乏力感 那 確切是幾年沒有 好像是 四五年左右 對 但我不認為那是年限的關係 而是 事件的關係 所以我也不相信什麼 情年之養 因為 我覺得如果兩個人 一直都是很有默契的 或是你們兩個 根本就都沒有默契 其實問題早就會出現 或者是根本就都能解決 好 那踏入婚姻呢 要注意什麼建議呢 我覺得呢 雙方呢 一定要很有默契的是 在一方很低潮的時候 另外一方一定要給予一定的能量 就是 你不要跟他一起下沉 你要給他很大很強的 很positive的 Energy 你要很 就是 沒有關係喔 跟這樣 就陪著你啊 我們一起想個新的計畫 什麼什麼什麼的 就不要兩個一起沉淪 我覺得 對於我而言 這是我很喜歡的關係 所以如果你的另外一半 可以在你低潮的時候 跟你強而有力的肩膀 然後不要一起跟你沉淪 反正可以把你帶起來 我覺得這是 你踏入婚姻裡面 我覺得蠻重要的一環 因為 你們這樣會遇到大量的問題 所以 OK 要有默契 可以分享你的指甲油嗎 我最近做黑色的 我通常是做單色的 但是我下個月會去做彩色的 小朋友知道 爸爸媽媽離婚這件事情嗎 知道的 我還在 離婚不久之後 買了繪本 給小孩看 他們就自己在那邊閱讀 然後尤其是姐姐 因為她非常 閱讀能力非常好嘛 她就看了看了之後呢 有一次我就問她 就說 欸如果爸爸跟媽媽 我們兩個人其中一個 有新的 男朋友或女朋友 你會怎麼做 然後姐姐就說 我會尊重你們啊 我就說 欸等一下 這句話很官腔欸 因為她聽得懂這些 很大人的字眼 她說 喔因為書上面教的 我說 那你自己本人怎麼想的 她就說 我不能接受 就說 OK 因為還有那種官方版 跟那種私人版 所以我就覺得 嗯 對啦 所以你要找另外一半的時候 還是要先深深思考 不要只是還在dating的時候 就想要把 新的男生介紹給小孩 你要全確認才可以 然後小孩子是知道我們離婚的 然後我們現在 因為 就是 這題等一下會講到 好先這樣 你現在有男朋友嗎 我現在沒有男朋友 你幾歲 我是1986年12月24號出生的 所以 我今年的生日呢 會是 37歲 再來題就是 你之前好像取關了拿鐵的IG 為什麼現在要加回來了 很好奇 想要知道 嗯 因為我們剛開始 分開的時候 關係有點見拔弩張 就是 沒有溝通的很多 比較帶有個人的情緒在裡面 然後後來因為小孩的關係 就變得比較冷靜 然後也一段時間 大家 呃 沒有聯繫 所以就很多 個人思考的 時間跟空間 然後還在 我們透過我們的婚姻滋商 又在 聯繫上 就比較 心平氣和 那也在同一個教會 然後有很大的那個 呃 支持的體系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一個很 合作父母的狀況 在一起 照顧小孩 跟互相相處 這樣子 那未來會怎麼樣 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想要給彼此空間 嗯 就是這樣 理財上面有什麼規劃呢 呃我自己呢 在 離婚之後呢 想要比較有穩定的理財規劃 所以我就買了房子 那這是預售屋 所以就 現在還沒有完成 大概在 兩年後會完成 到時候再給大家看一下那些裝潢 因為我也蠻期待的 然後 嗯 房地產 再來都想要 就是更多的工作 賺錢 存錢 因為我很喜歡存錢的人 我的物語很低 我很少會大買東西 這樣子 所以就是存錢 然後 嗯 股票囉 然後 一些外幣投資 這樣子 啊 房地產 像目前的 規劃是這樣 這樣子 好啦 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的QA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題目 其實它就 我覺得好像 大同小異 那因為我每個禮拜都會在我的 IG上面呢 發 QA 所以如果你們感興趣的話呢 都可以去看喔 好 謝謝你們 收看這次的QA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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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